大家好,我是阿兔 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单活 就是修这一座灰坟 上面这一座灰坟呢 之前整理好的时候非常的干净 老板说呢 今年呢,请我们过来 就简单的打理一下就可以了 昨天我们过来一看啊 没想到啊 草呢,比营头还要高 特别上面那个灰坟上面的草 特别特别的多 而且那个活特别难干 如果你是简单的那些泥土还好 可以用组土 可以用割草机 可以用那个铲 都可以整理一下 但是的话,在那些水泥巴上面呢 用这些东西啊 都使不开工夫 所以呢,三百块钱我们一看 直接就回去了 然后,把那些视频啊 拍给老板看了一下 老板说了 再给我们加三百块钱 今天啊,我们就过来了 因为的话,其实呢 当答应别人干了这一单活呢 还是要帮他们干好 这三百块钱加了 其实呢,也并不多啊 你们看一下 这一条路呢 我们还要帮他们整理好 这一条路一直上去啊 都要修理好了 这条路现在的话 也是杂草重生 很难搞 今天我们带的这个工具啊 估计要用手这样啊 一直搁上去的 现在我们开始干我 走 你们看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散到这边了 桌桌坟呢 非常大 不要看中间这里啊 很多砖头 这些地方很多砖头 但是外面呢 这些草啊 真的是比人头还要高 看到没 全部都是啊 最重要的话 是这边呢 还有一个啊 翻明板 看到没 哇 这个东西都已经全部被这 炸草 全部都给缠住了 工作量很大 开工 转掇 就在这边 鱼肉 放入冰箱 用水煮成熟 煮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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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钟 你们看,现在呢,这一座坟啊 我们就已经全部搞定了 这座灰坟呢,非常大 下面呢,都是那砖块砖头 如果草丛里面生出来的话 只能用手,用铲子去轻轻的铲一下 这座坟呢,基本上就还工 等一下我们拍照片吧 给老板验收就可以了 600块钱,花了整整五六个小时啊 这个时间还是挺多的 大半天吧 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回去了 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 这座房呢,风水也非常好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